公車抵達車禍現場 12歲男童失去呼吸心跳 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救護人員趕緊將他台上救護車 一路CPR 汽車駕駛 裝到男童的轎車駕駛 坐在地上距離小朋友倒地位置不遠 疑似打電話相當擔心 但12歲男童送到急診室搶救後 仍然宣告不致 接到的聲音很大聲 只有玩到真的是這樣 車子應該要3% 然後好像先撞到小朋友 然後再自己撞到分隔 車會意外發生在3號晚上 將近8點左右 地點在彰化和美 嘉青路和張興路五段 12歲黃信男童跟媽媽 到學校參加羽球活動 運動完自己先回家過馬路時 遭到44歲許姓男子開車撞擊 車上駕駛和乘客 總共5個人也都受傷 意外發生後 當地鎮長也到殯儀館慰問家屬 爸爸傷心低調辦理後事 根據了解這名12歲男童 在家排行老三 在校表現良好品學兼優 班上成績也都前三名 還曾上台領過獎狀 工科也是班上的前幾名 在學校的表現是老師的小幫手 品學兼優的一個兒童 事發後校方和同學都相當震驚難過 除了安排輔導也將家常學生的交通安全宣導 指示事故地點只離南童加500公尺 就快到家卻在通過馬路時發生意外 而肇事的許姓駕駛則依過失致死罪 5萬元交保後傳 天日畢業新聞陳志忠彰化採訪報導 2月大門前一名家長下車走到黃色背心少年面前 要求他把手機內的照片刪掉 還伸手想搶手機 少年不肯雙方爆發拉車 一路推拉到馬路上 突如其來的爭吵一旁幼兒園長 還有小朋友也愣住 現場還有其他小孩要下課回家 園方也分身乏術 只能看著他們一路吵到100公尺外的超商 幫少年請店員幫忙報警 媽媽對不起 不好意思 好 我也希望你體諒一下幼稚園的家長 我現在沒有要去 去 東手的家長向少年的媽媽道歉 但這名少年以死沒有打算 就這樣算了 要求驗傷 同學不好意思喔 對不起 媽媽剛剛以為要去 我以後不會再去提醒你任何事情了 好不好 到底什麼事 36歲的家長 槓上了一名16歲的少年 原來是因為檢舉違庭 寒假那其實也沒有真的很並排 而且他是在6點多的時候 其實我們這邊沒有什麼車子了 他還是只要說 提的跟停車格比較近 他就檢舉說一個禮拜被檢舉三次 監視性時間回到衝突前 當天2號下午5點多 幼兒園下課門口停了幾輛家長的車 準備接送小寶貝 這時少年出現了 拿手機朝這些家長的車拍照 依次打算檢舉 有家長看不下去才爆發衝突 他漸漸斷斷的在一年內都有陸續出現 確實有並排的狀況 那我們盡量再請假 他最快的時間離開了 之後這名少年也PO網 控訴不只被搶手機 還被壓在地上 也質疑幼兒園並排停車嚴重 實際回到幼兒園 4點下課時間 原長就會站在門口 只要一看到家長的車 就馬上拿麥克風廣播 就是怕停太久 又被檢舉 對家長原方都很困擾 孫姓少年已經由母親陪同自本所提告 警方補充幼兒園前是劃設黃線 一規定可以零停三分鐘 但不能並排停車 原方也嚴禮申請特定時段 可以接送孩童 免得讓家長又因為微庭動怒 吃上罪責 TB兄 蘇泰英 羅昕 台中報導 兄弟 好 你先過來 你先過來 先過來 我跟你講 我就跟你講 稱呼警察 兄弟躺在地上手揮一揮 就像把玻璃系大人叫過來 遠景大聲呵斥 動手動腳的全程拍得清清楚楚 遠景再給他一次機會 要男子好好配合 偏偏這車子交給小黃運長之後 他又開始胡言亂語 好 我送你講話 來啊 你現在告我 你現在告我 XX推我 XX我去啦 XX我去啦 你現在怎樣 喝酒醉搭劍卻回家 都已經到達目的地了 美強市民男子卻醉倒在車上 遠景到場 全台趕快把前父親 美強他大吼大叫 甚至還把旁邊的腳踏車踹倒 攻擊遠景 黑衣男直直著手 朝著遠景跑小 講著講著 不雅自言也不小心脫口而出 警方一度容忍 他卻得寸進尺 腳一踹 當場成了妨害公務現行犯 我靠我去了 警方調查21歲胡姓乘客 前一個晚上 和朋友在台北市喝酒 早上六七點搭計程車 到新北市永河 疑似不勝酒力 到家了還不下車不付錢 看到警察暴力動粗 被送進派出所冷靜 終於在一個小時後 他清醒了 跟警察道歉 但為時已晚 在大街上大膽蹊徑 法官判罰拘役20天 一顆罰金相當2萬元 這筆錢可以搭好幾趟計程車 對警察稱兄道弟 還亂踹腳踏車攻擊援警 當下雖然是喝茫了 但酒醉也不能挑戰公權力 TV王王立姐什麼都 錄影啊 不能錄影 語氣這麼驚訝 因為高空中看到偵察氣球 下方還加掛儀器 時間長達好幾小時 這地點是在台灣 和美國國防部最新公布 是同樣的中國大陸偵察氣球 原來台灣過去早就出現過 很緩慢的往西南方向飄走了 所以在天空中 肉眼可看的時間 應該有一兩個小時 另外一次 我們是在中部的山區拍到的 光是有被發現到的 中國大陸偵察氣球出現台灣上空 2021年9月同年12月也有 還有2022年3月出現在嵩山機場上空 停留時間大約至少2到3個小時 這氣球到底偵察什麼 就怕目的是為了刺探敵情 我想每一個國家應該尊重 各國的領空權 還有各國的主權 不應該留守侵犯 那這樣才能夠增進 彼此之間的和平 輔助 合作 只能再度隔空喊話 偵察氣球可用於環境徵搜 追蹤飛彈威脅等 只是我方有沒有相關掌握 截稿前國安局沒有回應 如果他進入到大氣層的範圍之內 其實就不叫領空 但是如果他進入在大氣層範圍之內的話 他是我們的領空 但是他會變成一個難處理 因為你怎麼把他打下來 用手去抓也抓不到 他應該就是一個中國的 這個戰略資源部隊 所釋放的這個探空氣球 他用意就是彌補衛星而不足 高空氣球全中國大陸勤搜利器 恐早已飛一時半刻 TVB也先無愧你做很太報道 就是這顆出現在美國上空的大陸 間諜氣球引發美中情勢升溫 美國國防部對氣球的來頭 急動向持續關注 Satellite and other data indicate the balloon may have originated in central China with weather patterns pushing it out over the Pacific Ocean into Canada and down into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it has been crossing Montana and into Missouri 從衛星圖來看 大陸發射這顆 約三個公車大的氣球 漂洋過海一萬五千公里 能飛這麼遠 五甲大廈透露 上頭除了有監控設備 原來還搭載太陽能板發電 目前氣球飄到北卡羅來納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預估 最快週六就會從東部海岸離開 考量安全因素 也怕不小心踩到法律紅線 美國致敬沒有擊落它 不疑有氣球疑似被擊落的消息 傳出在網路上瘋傳 因為這顆氣球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決定取消訪中型 但分析指出 其實最希望布林肯去大陸的 恐怕就是習近平 專家認為這趟仿中型對象緩和目前局勢的大陸相當重要 但恐怕氣球得先離開 雙方才能持續對話 TBS 新冠綜合報導 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問北京前夕 中國高空偵查氣球入侵美國本土領空 布林肯在出發前幾個小時宣布推遲出訪計劃 並且直接向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傳達這個訊息 中國外交部網站已不具名聲明表示 這高空氣球來自中國屬於使用在氣象等科學研究的民用性質 控制能力有限才會受吸風帶影響 偏離預定航線誤入美國 中方對此表示遺憾 但這說法遭到美國國防部打臉 我們很認識的PRC的訊息 但事實上是 我們知道這是一個保護瀣 我們知道這是一個中國瀣 而且它有能力的動作 前美國總統川普透過社群網站說 射下那個氣球 而眾院新成立的中國事務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表示 他不相信這是蒐集氣象數據的氣球 基於地面人員的安全考量 目前美國還沒設下中國間諜氣球 但國防部正密切監控中也沒有排除射下的可能 只是如果美國射下中國資產 不管是在美國境內還是境外 這都將是地緣政治的敏感行動 中共054A驅逐艦發射干擾彈 避掉演習 紅軍鎖定 這型的賣點就是要能在雷達上隱身 不過傳出2月1號出現在我蘇澳外海 照片上清楚看見最前端的就是共軍054A型飛彈護衛艦 中間若隱若現的則是美軍提康德羅加級巡洋艦 其中最靠近攝影鏡頭 也就是最靠近台灣沿海的 正是我軍紀德級飛彈驅逐艦 傳出位置距離蘇澳外海24海里線不遠 而我海軍針對這事非常低調 只說不方便回答 若暗途所記的確散發出共同包夾感 但前海軍艦長分析雖然同框出現 但無法認定台美雙方就是協同作戰 除了軍事外交上學者分析和這是有關 我覺得這個是有的 這個不但跟麥卡錫有關係 可能跟這個布林肯也有關係 這個當然就是說整個講起來 就是跟美國有關係 麥卡錫他現在也在故弄玄虛 意思就是他原本說要去 要來台灣 那結果呢現在說又沒有計畫 那又說北京不能夠左右我 學者分析美國眾議院新任議長麥卡錫 說辭反覆顯然自有盤算 而美軍和我軍同框出現也有這味道 美軍當然就是要把台灣拉在一起 而且不但拉在一起 還要把台灣送到前線 送到當炮灰 從探空氣球到跟肩共建 不難看出美方外交上對台 亦有風吹草動 對岸動作從沒小過 這就是我軍演中還以臺北差不多 來下民眾把多拿的收回來 因為這限量小提燈 一人一次只能領一個 兩個小孩可以兩個嗎 這排得很辛苦 想在哪得重新排隊 只是看看這隊伍越排越長 台北市在前市長柯文哲時 以iVoting決定提倡環保 2019年起停止發北市小提燈 今年市府主辦台灣燈會 發的是交通部的大展紅兔 時隔四年在北市又能重溫元宵節領提燈 吸引大批民眾到場等 沒有預約到哪一預約 可能是吧 二號就好像就沒了 然後就想說來現場排隊 今天是第一天 他會領不到的 下午三點發放 民眾一點多就來 北市共發八萬盞提燈 一萬五百盞 日前預約太難搶 四號到六號 六萬九千五百盞 供現場索取 但排隊引導一度混亂 當然引發抱怨 不只提燈動線 市府要趁燈會帶動商機振興東區 砸錢跟不少店家合作 做藝術入店 結果每間店冷冷清清 IP宣傳不足 導致成效不佳 很少人會就是停下來 然後在門口住逐 然後問我們說 特別進來參觀 這成效沒有達到你們的意思 沒有耶 我們是完全看不到 任何藝術入店的東西在裡面 連一家都沒有 很多店家看完之後 就非常的灰心 原本期待燈會人潮帶來前潮 市府宣傳不利 美意大打折扣 只能指望補救後 借著燈會開幕 市府東區商圈能雙贏 TVBS新聞 華少平余新的和黎皮 台北報導 台灣燈會這一次在台北舉行 這一次的主燈區主要集中在 國富紀念館 還有台北的府前廣場 那麼當然還加上了台北市貿易館 正在舉辦的國際書展 所以人車都明顯增加 天色月案這裡還會更熱鬧 因應燈會活動 主燈區周遭的市府 一線人愛光復南路部分時段進行交通管制 附近的停車場也開始調漲 展區周遭的附近9處公有停車場 現在費用也悄悄的調漲了 從部分的平日晚上開始呢 以及假日的早上就已經調漲到原本的三四十元 調漲為五六十元 相府前新翼廣場離會場最近 從最低三十元漲到每小時六十元 公有的停車要調漲私人的呢 私人停車場維持每小時四十到五十元 但部分調整當日最高收費 另外像101原本載APP 消費滿188可停三小時 現在也調高到滿588才能底 但都強調與燈會無關 另外機車族原本可停 國富紀念館周圍車位 現在也全被三角追圍起 一時間少了一百多個車位 引發部分機車族不滿 稍微不方便啦 但是又為了燈會我覺得還可以 至少不要是給我們說 如果這一百個沒地方停 還有哪邊是其他地方可以停的 畢竟燈會一半就超過半個月 市區車位本來就一位難求 現在更難找 但人潮就是前潮 看看附近餐飲業 4號補班日依舊高朋滿座 今晚燈會燈亮了 搶賺燈會才 讓業者也眼睛一亮 TVB的新聞陽青波無宣童 台北報導 葛修敬早安 歡迎來到 閱讀女僕咖啡 卡娃伊女僕咖啡廳服務生一字排開 歡迎主人上門 還有親切互動動漫迷門的天堂 又來了 FF40開拓動漫季開展第一天 整個展區內幾爆 人幾乎被推著走 展內人員不斷管秩序 但人實在太多 沒走幾步就得停頓 還有粉絲是提早兩天周四就來 夜排卡位 去年就是早上6點就來排的時候 大概10點準時就可以進去了 但是今年很多人是禮拜四就開始排 然後就很誇張 就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裡面就真的痕跡 然後動線我覺得也沒有安排得很好 不少人無奈也憂心踩踏事件 展內攤位也說今年人潮比往年多更多 限量商品 拍立得 掛走等周邊也都被擺光 大概兩三成吧 有蠻多就是已經準備的套組都已經完售了這樣 FF40開拓動漫季到底有多少人呢 我們對大家來看整個花博來講呢 幾乎是擠爆了非常多人之外 其實所有的人也一路蔓延到了捷運站那邊 現場來講擠爆了上萬人 不只展區內展外人潮比跨年還誇張 花博繞滿整圈都是人 除了要搶限量商品也是一堵超人氣女神 COSER面貌 粉絲們拍下日本神級COSER一之萌 打扮成間諜加加9約而出席 親切和粉絲互動 還有宮本彩希也會濟臨現場 都讓漫迷激動 幫忙張榮耀的藍 準備了一個多小時 比如說薩滿感的類型 就是魔法性的角色 但我比較喜歡原創的角色 FF40迎來20週年十五前立最大場 漫迷們趁開學前揮灑壓碎錢 和年終也來把握機會超盛 特別新聞 立委和張慧仙 台報道 多名消防人員全副武裝 在大樓住宅門口進進出出 這間屋內煙霧瀰漫 原本以為是發生火警 但下一秒他們卻急忙退出物資 連消防隊員都被嗆得無法呼吸 急忙要人把大門關上離開現場 因為味道真的很刺鼻 開的時候一出門那個味道 真的是受不了 我從樓上咳嗽咳到樓下 那一般人都就是消毒劑 他就是開始運作了 然後人就出氣了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上的大樓 日前屋內窜出濃煙 鄰居以為發生火災 趕緊通報119 消防局馬上出動三個分隊 六輛水箱車超過40名隊員 沒想到卻是白跑一趟 而類似的案件還層出不窮 這種誤報案件算蠻常見的 119的部分也可以先跟他告知說 你的地址 家裡地址會使用水煙消毒 那避免說大量派車去那邊做查看的部分 水煙殺蟲劑一起用大量煙霧往上飄散 人或動物吸入都會有危害 因此得離開家中卻也容易產生誤會 民眾放水煙殺蟲計時可以先通知管理員 並暫時關閉鑽警報器也能在門口貼上公告 這樣一來一目了然消防隊不用疲於奔命 更不會耽擱到其他重要任務浪費資源 TVB的新聞金輪斯佩宇台北採訪報導 台南洛門市母廟岸古里迎春禮 依照天干地址推算今年的盲繩高3尺6吋5分 而且雙腳穿鞋代表預測今年氣候乾燥 雨水較少 南部目前也面臨水情失景 現在進入春季正是蓮霧準備開花結果的時機 想要又肥又大又甜的蓮霧 雨水可是萬萬不可少 也讓高雄六關的蓮霧農開始擔心 缺水的話我們用施肥的話 沒有比下雨來得好 因為你的果實變小了 相對的你的價格一定沒辦法拉高 去年才受含害蟲害影響的蓮霧 要是又碰上缺水更是雪上加霜 而今年雨量還是30年來新低 從去年開始降雨量已經是30年來最低 而南部又進入枯水期 因此讓南高平地區決定聯手抗旱 台南是有九座水庫 那沒有卻水源卻比較相對的少 高雄是有水源 可是它卻沒有水庫 那屏東水源是更豐富 所以大家互相幫忙 以台南目前一天用水量100萬噸來看 目前水量還可以撐到梅雨季來臨 但過去依靠南水北調 高雄光是去年一整年支援台南自來水 加上賈鮮藍和宴 過去注入南化水庫的量 就已經將近兩億噸 沿下高雄也即將面臨雪水危機 恐怕是泥菩薩過江 前幾天在行政院的時候 也跟院長經濟部 還有水利署建議 是應該要組成一個水資源的調度的 聯合的一個平台 極端氣候影響層面盛廣 南部水晴吃緊 除了加一亮起綠燈 台南也預警性的實施夜間檢壓黃燈 高雄是否升級成為提醒綠燈 經濟部水利署預計在下週 召開中央水晴會議後決定 TVN新聞 庫守昌愛秀賢劉璇 台南高雄綜合報導 躲在豪溝內攻擊 烏克蘭前線打得辛苦 但是烏軍在這裡面對的事 根本不把士兵性命當一回事的 瓦格納傭兵集團 得意的炫耀 揮下傭兵四肢動壞了 都不輕言撤退 瓦格納傭兵把士兵傷亡 當成對普清效忠的戰果 大肆宣傳 但是實際上 恐怕是把從監獄裡招來的 這些罪犯士兵當成炮龜 直接推上前線送死 他們把監獄人家搭配 沒有攻擊的經驗 把他們把槍刀放進去 把我們戰爭人家 烏俄都在巴赫姆特 投入了大量武器人力資源 眼見越打越不順 烏克蘭也急了 喊話要武器快點來 紫倫斯基深聲催促 美國聽到了 媒體搶先曝光 美國一批22億美元的軍員 馬上要宣布 這當中最受矚目的新武器是 這一款英文簡稱為 GLSDB的陸射小直徑炸彈 精準度提高 重點是打得比HiMars還要遠 射程至少150公里 讓烏克蘭對俄羅斯的攻擊範圍 至少多一倍 而烏克蘭需要的不止軍援 還有這一項來自歐盟的保證 烏克蘭表示 現階段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 似乎已經鬆懈 但是歐盟保證 將在2月24號 烏爾開戰滿周年時 對俄羅斯祭出的第十輪制裁 肯定是會讓俄羅斯的經濟 倒退回上個世代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南韓F35A在跑道上準備起飛 美國也出動號稱 最先進第五代隱形戰機F22 美韓空軍舉行今年第一場 空中聯合演訓 絲毫不在意北韓發出的譴責 北韓外交部日前才表示 美韓演習已經推向極端紅線 威脅要將朝鮮半島變成戰區 然而這場演習 當然並非只針對北韓 不過南韓與美國 持續強化對抗北韓的嚇阻 一週內美韓防長和外長 各自舉行會面 可說相當罕見 雙方討論了 維持台海和平穩定重要性 以及朝鮮半島無核化議題 除此之外 侍奉美韓結盟70周年 南韓總統 임希越也預計 今年上半年訪問美國 時間點可能落在4月左右 국빈 방문이 성사된다면 2011年 임영박 전 대통령 이후 12年 만에 우리 정상에 미국 국빈 방문이 될 전망입니다 韓美結盟動作頻頻 但北韓預計也不會甘於示弱 8日即將迎來75周年建軍節 是否會有大型閱兵或挑釁行為 外界持續關注 TVN新聞綜合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